大家好,我是杰西,欢迎大家跟杰西一起收看5月7日的英文新闻 今天是礼拜五了,大家放假了 放假的时候通常都比较少人看,但是没有关系 首先我们要来看到的是澳洲的新闻 澳洲的话之前他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有讲过一个新闻 就是他不让他的公民回去 他的公民回国的话,从印度回国 因为印度现在疫情很严重 他公民从印度回去的话就要被关 关起来还要被罚款 好,那这个东西会不会引起反弹 当然会 所以他们现在政策就要转完了 好,我们来看一下 澳洲主持将要 return是重新开始 repatriation flight就是 他是遣返啊 但这边的意思就是让他的公民返国的意思 这种遣返的航班 好,for some citizens in India 给一些在印度的公民们 好,那在什么什么之后 后面是一个这个副词指句 a controversial ban 好,controversial就是有争议性的 那 ban就是禁止 好,怎么样的禁令呢 on arrivals from the country 就是禁止抵达从那个国家 从印度来的人是禁止抵达澳洲的 好,之前的禁令是这样 好,那这个禁令呢 这个 ban是主持 动词是这个 ends 结束 on 15th May 在5月15将要结束 所以在这个5月15这个禁令结束之后呢 就可以重新的 好,澳洲人就可以回到他们的祖国 就可以从印度 在印度的就可以回去了 这样子的意思 Prime Minister Scott Morrison has faced criticism for falling to help citizens trapped in the COVID-19 好,这是一定的 Prime Minister他们的总理 好,史考特莫里生 好,has faced criticism 好,这个动词是这个faced 面对了什么 criticism就是批评的名词 criticize是动词 criticism是名词 好,面对这个批评 这个批评是什么呢 fall 因为什么样 failing 在英文我们讲fail的话 这个字就是失败 失败的意思就是 他没有能够做到什么事情 他没有能够做到 帮助他的公民 他的citizen 好,什么样的citizen呢 这边是who were trapped who were 省略掉了 这个变成分词片语 分词构句 分词片语 这个trapped 困住 被困住的公民 困在哪里呢 困在这个COVID referage的话 就是很严重的 好,它就是有一个严重破坏 这样的意思 那这边指的就是 新冠肺炎试虐 很严重的国家 也就是印度 这样子 好,我们再把这一篇 再念一次 好,第一个动词 review review 第七个 refuge 对不起 refuge 动词 严重破坏的意思 好,第二个就是 夏天到了 大家呢 饮料不要喝太多 尤其是含糖的 好,为什么呢 它有自癌的风险 Heavy consumption of sugary drinks may raise the risk of developing bowel cancer before the age of 50 according to a major study into diet and disease in U.S. nurses 好,heavy就是很多的 大量的 consumption就是消费 好,大量消费就是喝很多的意思 好,什么样大量消费 sugary含糖的 drinks飲料 好,这是你的主词 就是大量消费 这个 动词就是may raise 好,raise的话就是增加的意思 raise有提起来 这边指的是增加 那受持是什么呢 the risk 危险 风险 什么样的风险呢 develop developing 好,develop就是形成的意思 好,bowl cancer就是肠癌 那before the age of 50 在50岁之前很容易 其实我觉得这50岁之前 应该之后也是一样吧 好,according to 根据什么 一个major study 有一个主要的研究 这个研究intu 研究什么东西呢 diet and disease diet就是你的饮食跟疾病 好,in U.S. nurses 他们去找了大量的美国的护士 然后做研究 护士就上班规则 可能比较容易做研究吧 就记录一下饮食 发现这些爱喝糖饮的 就容易得大肠癌 这样子 好,再看一次 heavy consumption of sugary dreams may raise the risk of developing bowel cancer before the age of 50 according to a major study into diet and disease in U.S. nurses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consumption consumption 名词消费 第二个sugary sugary 含糖的 第三个raise 动词增加 第四个develop 动词形成跟患病 第二个bowl cancer 名词肠癌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台湾的新闻 想必大家可能有看到 有一个男孩子 他被教练跟同学 在练习楼道的时候 摔在地板上 摔了很多次 然后现在昏迷不醒 好,这就是在讲这个 但是我觉得他报道 好,等一下会讲到 the case of a boy who is fighting for his life after being slammed to the floor 27 times during judo practice by his coach and classmates has shocked台湾 but it has also highlighted what critics say is a culture of turning a blind eye to abuse against children 好,这个呢 the case the主词是那个case of a boy 这个男孩子的案例 好,什么样的男孩子呢 who is fighting for his life 好,正在为他的生命奋斗 因为好像还在昏迷当中 好,after being slammed 好,在他怎么样 被摔在地板上 to the floor 27次 在摔在地板上27次 doing judo practice 在练习 好,被他的教练 his coach and classmate 还有同学 好,摔在地板上27次之后 好,所以他现在 正在跟 他的生命搏斗 好,这个case主词 has shocked台湾 震惊了台湾人 对,就让大家都觉得 怎么会这样子 很震惊 好,but it has also highlighted 但是呢 他也怎么样呢 好,highlighted的这个字的话 就引起注意 好,引起注意 引起什么注意呢 后面这个你可以把它想作是一个名词指句 what critics say 好,这个批评者说的 is a culture 是一个文化 什么样的文化呢 of turning a bride's eye bride是瞎的 转一个瞎的眼睛的意思 就是说 视而不见 好,对什么视而不见呢 to abuse against children 对虐待儿童视而不见 这个新闻我觉得一点都不准 台湾人哪有对虐待儿童的 视而不见 看到小孩子被打什么的 就报警了 我觉得这个后面就不准了 这不是不准 就是他讲话不够公道 他说这引起这个文化 就是说 大家对于虐待儿童 就是我们台湾人对虐待儿童 都视而不见这样子 好 拒绝承认我们有这个文化在 但这新闻人家要怎么写 我们也没办法 好 就是大致上是这样子 那当然是祈祷 小朋友赶快醒来 没事这样 这楼道客摔 摔27 这到底怎么摔的 这种摔 就怎么样去抓 抓拿那个 抓拿那个分寸 这个老师学生 还有家长 真的都要非常注意 这种有危险的 就像在国外 那种赶南球啊 足球 足球还好 好像美式足球 赶南球那种 也是都会撞啊 摔啊 那个也是都造成 很容易造成大脑的 碰撞 也是蛮危险的 然后回来 这一句 这一篇再练为 好 第一个 Fight Fight 动词 奋斗 我有个疑问 为什么知道是27次 难道每次都有在那边数吗 好 不管 第二个 Slam Slam 重重地撞上去 那这边指的是摔 摔到地板上 他这边用Slam 第三个 Coach Coach 名词 教练 第四个 Highlight Highlight 动词 引起注意 那这边 那个highlighter 有没有 加1 就是那个荧光笔 之前有讲过 highlight 引起注意 critic critic 名词就是批评者 批评的人 好 第六个片 可以记下 Turn a blind eye 好 Turn a blind eye 指的就是 视而不见 好 abuse abuse 名词 还可以当动词 是虐待的意思 好 最后了 最后一个新闻呢 这个新闻我觉得 蛮可爱的 就是呢 好 The worst oldest person has withdrawn from the Olympic torch relay say she's worried about spreading coffee nighting to others in her nursing home 好 世界上最老的人 主持 动词 has withdrawn 好 Withdraw 是他的原型 就是退出 这是分词 过去分词 他退出了 退出什么呢 from the Olympic torch relay 好 就是奥林匹克 那个火把的传递 不是一直传传传吗 那本来他是世界上最老人 就请他去传递这个火把 但是他退出了 好 saying这边修饰的 就是这个audit person 这样是谁说 是他说的 他说呢 他担心会传播 新冠肺炎的病毒给其他人 好 in her nursing home 他 怕 就是 我这边写错了 中文写错先不要 他怕 我本来是以为 他怕把病毒传出去 但是我想错了 是他怕把病毒再传染给 他的 他的养老院里面的其他人 好 我先讲 我原本以为我弄错了 就是 这个世界上 他世界上最老人 对不对 然后我本来是以为 他 因为大家都会觉得说 他这么老 他一定会害怕被传染 对不对 但是不是 我以为他是怕 他把他养老院的 新冠肺炎的病毒 传染给其他人 但这边我刚刚 在看一次的时候 突然发现 他是怕他去外面 把新冠肺炎病毒 带进来 带到养老院去 传染给其他养老院 跟他一起住的人 这样子的意思 所以其实他也是 就是都是好意了 他不想让别人 得到新冠肺炎 但还不是担心自己 就觉得 这个人真的是 非常的有 就是 他担心的不是自己得 他担心是把他 传染给别人 就觉得好日本人 日本人就是会这样子 为别人着想 这样 好 那今天的新闻 还没有 先看一下 好 第一个 withdraw 退出 第二个 toach 活把 第三个 relay 传播 不是 relay是传递 relay就是接力赛 那个传递 接力赛 就是relay 第四个 spread 传播 第二个 nursing home nursing home 就是养老院 好 今天的新闻就看到这边 非常感谢跟解析 一起收看到最后的大家 还有在周末收看的大家 祝大家周末愉快 下次见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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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